如果最近运气不好,你会把原因归结成什么? 没错,就是水逆,水逆是星座运势里常用的一个词汇,现在也慢慢的成为大家的口头禅。 不管是不是真的有水逆,星座运势这种东西,真真是一门玄学,娱乐圈的著名神婆女星莫小琪大家应该有所耳闻,演戏没出什么成绩,现在靠加普成了人们心中的预言家,之前他就预测假买量家庭可能会出事。 后来又说高云翔人生会有一次大的调整,最近又付出当年预测人珊珊会恋爱,不仅如此,刘强东,王宝强,陈笑等人都曾印证了莫小琪的预言。 如果说一次,两次是萌的,但是预言接二连三的应验,实在是让人打开眼界啊,可能是星座插不给自己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。 莫小琪开始大力拓展业务,开公众号,创APP,开星座访谈,各个领域全面开花。 最近,赵丽颖和冯绍峰领正结婚,莫小琪也趁着这股东风对赵丽颖进行了预测,莫小琪在自己的公众号指出,她在网上找到了赵丽颖的新盘,并对她未来几年的家庭生活和事业进行了预测。 至于准不准吗?大家一起来品一品。 比如,她说赵丽颖未来几年家庭和感情,会受到极大的关注,这一点小疤也可能预测到,如此有国民度明星结合,转情能不受到关注吗? 问问杨丽和刘凯威的感受就知道了。 她还说,2019年到2020年,赵丽颖昏声憨刺,这个联系最近的新闻,大家稍微动动小指头,也能想得到了。 不过,她说赵丽颖在结婚后的第三年又会有孕女子女的可能,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。 莫非赵丽颖和冯绍峰将会三年爆两,爱情结晶产出抽块的呀,小疤现在就开始好奇他们会被宝宝起什么名字。 另外,莫小琪还说赵丽颖会在2020年之后,事业迎来新一轮高峰期,赵小赵现在的发展势头,这是极有可能的哦。 而且,2026年赵丽颖还将开启一段长达十年的好认识。 到时的赵小刀也将步入中年女星的行业,看来成为蛋花指日可待呀。 小疤看到赵丽颖的这个命运星盘,简直羡慕得一批。 但是呢,事业一帆风顺的她,感情生活似乎会有一点危机。 在赵丽颖和冯绍峰结婚的五到六年,两人感情会有问题出现,还有可能出现新的追求者。 这个就比较棘手了,所以七年之痒是每对夫妻都要面对的砍吗? 莫小琪之前的预测都如此准确。 这次新婚小情侣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还真不好说。 想要知道莫小琪对赵丽颖的预测是不是真的准确。 就只能带着这个有疑问,等待时间的到来了。